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心理呢 大体可以分为普通的心理 善的心理 和不善的心理 那普通的心理呢 是一个基本的心理 哪个人 因为我们的生命中的无名 在这个普通的心理的基础上 就会发展出很多不善的心理 在佛教里面甚至把它叫 缓恼的心理 缓恼 也可以说就是情细的 负面情细的 各种负面情细的心理 那同时呢 作为我们生命中 还有很多善的心理 良性的心理 所以我们需要去选择 就是说 这个对我们心灵的管理 关键还在于我们需要 就是要从了解自己的心 了解自己的心理之后 然后对自己的心理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也就是我们能够 我们应该要选择善的心理 接下来呢 就是讲一讲佛法它究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改正自己的内心 那在佛法的修行里面呢 它有一些属于基础的这一部分 基础的这一部分 比如说 佛教讲究这个规 这个规 一般学佛啊 首先就是要规 规呢就是代表了你 你就是选择这样的一种智慧 作为呢帮助你 改变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智慧 因为我们人 我们已经能够认识到 自己的生命确实有很多的 这个 缺陷 我们的心理呢 心灵的世界有很多的问题 那我们如何才能改变自己呢 这就是 关键我们需要一种智慧 我们需要寻找一些方法 如果没有一种正确的方法 我们要改变自己 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当然西方心理学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西方心理学 能不能究竟地改变我们人的心理问题呢 真正究竟地改变我们人的心理问题啊 关键西方心理学不行啊 所以西方心理学也正在 不断地大量地吸收佛教 作为西方心理学的建设 所以你们真正这些心理学的从业者 所以你们 你敢多了解 我了解一点佛法 我了解一点佛法 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么佛法里面 讲到这个皈依的对象 事实上就是这个三宝啊 佛法身 佛 佛就是完全觉醒的人 完全觉醒的人就是他的生命中 已经不再有这些迷惑和烦恼 他已经把生命中的所有的迷惑和烦恼 以及所有人后面的情境都彻底的清除掉了 这就是佛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 那我们佛教里面讲佛 那我们佛教里面讲佛 是以佛为作为我们的老师 作为我们的板样 就是他就是成功的案例 佛佛 他就是这个成功的 解决了心理问题的 这样一个目标 这样一个反应 那还有像我们佛教里面呢 很多这些高僧大德们 那么他们呢 在心理上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健康 我们上一次在苏州 就是我们那个西人寺 苏州的西人寺 你们去过没有? 有没有人去过? 这边有五百罗汉寺跳 我们在那里体办过一届 国教与心理治疗论坛 我们有找了十个心理学界的这些专家 包括这次来的什么朱建金啊 什么像什么生和勇啊 很多这些什么三天父啊 很多国内的一些心理学界的 成为了一些教授 然后我们还有佛教界的 这些法师和基士们 也有十个人 我们坐在一起来 来讨论 这个心理学是怎么解决心理问题的 佛教是怎么解决心理问题的 我们做了三天的探讨 有三天的探讨 我们后来把这个探讨还编成一本杂志的 叫佛教与心理治疗 上面有这样的一个专刊 我们苏州西人寺呢 上面有办一本杂志 叫人世间的杂志 那么其中有一期 就是把那个内容啊 专门形成一个专辑的 如果有条件 你们看看也是不错的 当然如果你们需要这些书 可以跟西人寺联系 你们就要给他们提供这个 这个地址啊 他们一般都会记的 我们这些书也是大量的 像在往心理学啊 心理学的 心理学界的很多什么研究所啊 什么一些机构在一起的 那这个佛法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佛 就是代表着生命的觉醒 觉醒 完成觉醒的人 完成健康的人 法呢就是方法 如何帮助你解除迷惑 走向觉醒 是这样的一种方法 你找到了这样的一种方法 你才有可能真正的 从你的这种生命的 迷惑的泥塘里面走出来 那生就是代表着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实践者 实践者 当然我们说这个 当然现在也不是说 每一个出家人都能承担这样的责任 也不是说每一个出家人都在做这个事 因为现在的佛教计啊 也有不少问题 所以你们要学佛呢 佛教里面讲的要清净善知 要找一个好的老师 就像你们学心理学里面要有一个导师 要给你们督导啊 要给你们引导啊 这样你们才会有一个健康的心 其实呢 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啊 他就是要不断通过这个佛法 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你有了这面镜子 你就可以看清楚自己的内心 然后再通过禅修来改变自己 那佛法它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智慧 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佛教里面讲的要发展的话 发心就是你要发展应有什么样的心 修行呢 修行呢 第二步就是你要确认一下 你究竟要发展应有什么样的心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人啊讲究的都是这个发展经济 发展事业 但是佛教呢 他要我们做的是 我们要这个你发展经济 发展事业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战子的事情 对你来说都只是具有战子的意义 而你发展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这对你的 这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核心来说 它是具有这个非常重大的意义 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你整个未来的生命 你发展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就意味着你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比如说我们的内心里面有很多的贪嗔痴啊 有很多的负面情绪啊 但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 我们每天都在不知不觉的都在强化我们自己的负面情绪 事实上你是不知不觉的 你讨厌你的负面情绪 可是你每天又在想想自己的后面情绪 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原因是什么呢 一方面我们看不清楚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没有能力摆脱 就像你被一个人纠缠住了 你没有能力摆脱 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人呢就是说他会 因为你如果你看不清楚自己的内心的话 你就会不知不觉的就会陷入到这些不良的情绪中 当然另外一方面你要有能力摆脱 你要在你内心里面要活的 用摆脱的能力 或者的话当你纠结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摆脱纠结 那佛法呢就是告诉我说 我们应该要去认识我们内心 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 都计备啊 都计备解除这种纠结的力量 都计备解除这种负面情绪的力量 你要去选择这样的一种心 你发展这样的一种心 对你的生命将于诸位有永久的意义 如果你去发展这些负面情绪 那你可能就是痛口无边 痛口无边 所以佛教呢就是讲到要我们发屠提心 屠提 屠提就是觉悟 就是觉醒 我们要去发展结醒的心 去发展结醒的心 那这个我们中国的国教是大强国教 大强的国教就是说 你不禁要烂自己结醒 你不禁要发展自己的结醒的心 你要看到盈盈众在哪里 他们呢 这个陷入到这些无名的情绪里边 痛苦不堪的 他们找不到这种解除的方法 那你现在呢已经找到这样的一种方法了 你已经找到了解决了这个方法了 那你有责任去帮助更多的人 让他们 让所有的人都要从这种迷惑走绝 这就叫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呢就不是说只是管自己 它同时还要管所有的人 在你的内心里面首先要处理一种要接纳 比如佛教讲的花菩提心 所谓花菩提心就是说 首先你要接纳土天之下的所有的众生 首先你要有这种凶缓 我们学心理学只是说你接纳哪一个人 你接纳了这个人另外一个人你不一定接纳 佛教中心你少先要学会接纳所有的人 你要接纳所有的生命 那么这样你的心啊一下子就打开了 像气空一样那么广大 当你的心像气空一样广大的时候 其实没有东西能伤害你的 如果你的心很巧的时候 才会容易被伤害的 这就是说 花菩提心是很重要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对很多人的执着 当你的心量很大的时候 就像气空一样的时候 你们看看天上的银采会不会影响到气空呢 雷鸣伞变会影响到气空呢 它是影响不了的 当你是气空的时候 银采就影响不了的 当你是一片银采的时候 那这片银采的变化它就会影响到你了 但我们一般的人我们都会执着一个人 执着一件事 我们的心啊 因为你的心 你执着的对象有多大 你的心就有多大 你执着的东西很狭隘 所以你的心也会变得很小很小 有的人心可能只能赚一个人 有的人心可能可以赚一个家庭 有的人心还可以多赚几个人 有的人可能可以赚一个国家 那国家讲的菩萨就是要接纳所有的众尊 这样的人才叫菩萨 你愿意接纳所有的人 你愿意帮助所有的人 当你有了这样的一种心象之后啊 这个世界没有东西能伤害你的 什么地方伤害不了你的 那任何变化 它也不会影响到你 所以这个发心很重要 你要发展一种什么样的心 那就是你要有智慧 你要去选择 懂得哪些心是好了 哪些心是不好了 哪些心是有价值的 哪些心是没有价值的 哪些心会给你带来快乐 哪些心会给你带来痛苦 其实这个能也像买股票一样 看看哪一个股票啊 这个是可以给你带来利润 哪一个股票呢 会让你这个亏本 其实心也是一样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心理 然后这些心理它在我们内心里的力量 事实上是起见于我们对它的助致 我们对它的能量的筹资 每一种心 它从一个非常渺小的心 变成很强大的心 事实上是因为我们不断去诈意它 不断地重复 它在重复的过程中 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最终可能一个心面 它在我们内心里面 它会变成一切 它会占记得我们的大部分的心理能量 比如说有的人他一生就是为了一种爱 有的人一生就是为了一种恨 你们看这个武侠小说里面 所以这方面的例子就比较简直 那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货面的情绪 它可以吸烧所有的心理能量 把很多心理能量都吸烧到这里 就像人的身上长了一个恶性肿瘤之后 你不好好的治疗 它就拼命地在长的过程中 它会把你身上的营养都吸烧到那里去 最后它就长了很大很大 那这个人就完蛋了 同样的这个心一样也是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看清楚哪些心 哪些心对我们是有利的 哪些心对我们是有害的 哪些心对我们是有害的 然后你要有智慧的去选择 选择应该发展什么心 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是最重要的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然后这个除了发展以外呢 就是我们还要相信这个因果 这个因果 有人说这个因果跟心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因果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 现象上的因果 其实我现在给你们讲的是一种心灵因果 心灵上的因果 什么叫心灵上的因果呢 就是说你的每一个心灵在你的内心里边 都会形成一种因 比如说每一个心理活动 你每做了一件事情 每一个起情动面 都会在你内心里边形成一个因 然后呢 你不断的去强化这种心理 那么这种心理啊 它就会不断的成长 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它就包含着因果 比如说你的一个行为 会形成一种心理力量 你的行为就是因 这种心理力量就是果 然后这种心理力量呢 它又会制成一种心理活动 那这个心理力量是因 心理活动是果 然后这种心理活动在活动的过程中 同时呢 它又形成进一步的强化了心理力量 那这个心理活动是因 形成心理力量是果 然后这种心理力量 因为它越来越强了 它就越来越有能力活动了 那这个心理因素是因 心理活动是果 所以这个在佛教文史中里边 对这个道理啊 说明了非常清楚 叫做种子生现形 现形形 心种子 种子 就是我们心理因素 现形就是起活动 活动了之后 又形成种子 然后种子呢 又起现形 然后现形了之后呢 它又形成种子 那么一种心理力量它就是在这样不断的重复的过程中啊 就是它的活动 今天可能执着的是另外一个人 那执着那个人的那个心理力量就会越来越强 那后天呢可能把重点呢 转移到什么做事业上去的 所以我对事业的这种执着呢 那希求了心理力量就会越来越强 就是随着你的这个观众点不同啊 你的观众点就意味着你对某一个 你对某一种心理的选择 当然你的这种选择啊 它是促进了我们的这种心理活动的发展 促进了我们的心理活动的发展 所以就是说这个 这个每一种心呢 所以就它呢 这种活动啊 成长啊 慢慢呢 它就会形成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心态 那么这种心态呢 它渐渐呢就成了我们的性格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那么这个性格呢 其实呢 它有主导性格 可能还有这个其他性格 然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性格 它会变成人格 那每个人呢 可能都会有多面性的 就是可能有这个有五种人格 可能有十种人格 可能有二十种人格 你看我们在不同的场所啊 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面孔 那不同的面孔呢 事实上呢 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些不同的心理活动 被无限呢 这个壮大了之后 然后它在我们内心里面 就会形成不同的这个这个人格 所以现在人 有些心理病患者 就是这种多种能格 那多种能格 就是很多这些能格啊 一个个力量特别强大之后啊 它就最后就会变成一种 它就会变成一种心理疾病的 因为你内心的这种自身的这种统治的能力 变得很弱 所以这个心理跟那个心理 这种能格跟那种能格啊 最后啊 这个 它就会 各式各的呢 最后就成了人格分裂 人格分裂的这个患者 那么这种不同的人格的开展啊 最终就会形成不同的生命形态 其实你看我们大全世界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那不一样呢 其实跟我们从事的行业 跟我们所到达的文化的教育 跟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啊 然后这种很多这些人格再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啊 最后就会造就了不同的生命的形态 比如佛教讲六道 动物的形态 恶鬼的形态 阿修罗的形态 这种各样的形态 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有的人他就这个 就是这个六道的形态 其实在我们现实人的身上已经都有了 比如说有的人他生命里面充满的溃乏 远远都没有满足的时候 他不管再拥有再多东西 但他内心远远都是处在一种溃乏 没有满足感 没有幸福感 其实这种人就是恶鬼形态 恶鬼形的人格 那有的人他可能喜欢斗争 一天到晚一天到晚一天到晚一地斗了 斗个没完的 其实这就是属于阿修罗的能格 还有人的一天到晚很痛苦 总是在这种称恨兵的痛苦里面 嘲碰兵的心里面很痛苦 其实这种心态就是跟第一的心态有关系的 所以就是说每一种人格的形成 其实都是我们这些不同的心理发展的结果 不同心理发展的结果 所以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心理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佛法呢 它告诉我们这些心理的不同 它主要是要了解这些心理发展的因果 心理的本身它是无常的 无常是什么意思呢 哪一个心理它都是条件 它的这个成长它要有这么多的条件 它是可以改变的 它是可以变化的 没有哪一个心理它是固定不变的 也就是说一个小小的心理它会变得很壮大 一个大的心理我们透过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 可以把它敲除掉 佛教讲无常 心念无常 要了解到这个心念无常的特点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个心理有这样的不同的性质 所以我们就要去选择 选择我们要佛教讲的止恶形上 什么叫止恶形上 一方面我们要阻止这些不良行为的发展 一方面呢我们要张扬 要张扬这种善的行为 要张扬善的力量 一方面要阻止恶的力量 这个是修行一间要做的事情 那么如何才能够更好地阻止这种恶的力量 张扬善的力量 佛教里面讲的戒律 很多人听到戒律就觉得头疼 戒律就叫耶稣 什么事情不能做 为什么我们听到戒律觉得头疼呢 因为他跟我们的习惯 甚至跟我们很多不良的略根变化和冲突 我们觉得不舒服不爽 觉得这个也不能做 那也不能做不舒服 习惯被敌触的 被强行的干涉的 心理不舒服 那佛教呢就是说 这个 但是如果说我们很多略根性 我们不强行的干涉 强行的阻止 那其实挺麻烦的 就像吸毒的人 他需要进入戒律所 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很多人呢 很多心理略根性 他也是要强行的 需要进行治治 扩抗我们的很多不良的行为 那佛教讲这个介力啊 事实上他就是要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建立一个 一个环境系统 内心建立一个环境系统 这个环境系统是怎么建立呢 就是说我们意识到 我们作为 我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我要成为这样的一个高尚的人 或者说健康的人 我一定要遵循哪一些行为准则 我只有遵循这些行为准则之后 我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当你认识到 就是说你尊少这样的一些介力 对你未来的生命的重要性之后 才能保障你未来的生命的一个健康之后 然后你就会自觉地做出一个承诺宣誓 道界其实就有一个宣誓 承诺 承诺 我从今之后 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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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做了 那么这种承诺 它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也会形成一个心理力量 这个承诺呢 越是震度 它在我们内心里面 产生的力量就会越强 它的力量就会越强大 那么这个在佛教里面叫做戒体 这个戒体呢 其实就是一个防疫系统 当你的内心安装了这个防疫系统之后 你 当你想要做你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防疫系统就会发出警报 这个事情我是不能做的 他就会发出一个警报提醒你 但是也可能有的时候你的那种警报的声音很小 你的这个 你的这种习惯的力量很强 有的时候警报还是没用的 警报战胜不了力 你的这种贪生痴的强大的这种创行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那你就需要不断的去思考 你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对你的意义 你的这样的一个承诺不断提醒自己 不断提醒自己 不断告诉自己 我的这个承诺对我是有多大的意义 不断提醒自己 当你在提醒的过程中 你内心里编暗 这个防疫系统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然后当你在每一次提醒 事实上就意味着 这个警报系统得到一次重复 它的力量也会增强 就是你不断告诫自己 我不要这样做的时候 这种提醒本身又在强化自身的 这种系统的力量 随着这个力量越来越强 那么你就越来越有能力 阻止自己的不良的行为 阻止自己的不良的行为 那另外呢 就是当然一个人难免啊 他还是会犯错误的 人非圣贤 除能无过 犯了错误之后怎么办呢 这个没有关系 要忏悔 这个忏悔很重要 这个忏悔就是要花怒啊 花怒在心理学上也有类似的治疗方法 但你有什么心结啊 有什么你把它讲出来 你找一个人啊 或者倾诉 他讲出来 当然你要是要找一个比较有一定的存为性的对象 或者是佛菩萨啊 或者是普通的一个或者是一个出家人啊 他有一定的存为性的 你跟他说 当你跟他倾诉了之后 这个时候啊 当然你在倾诉的过程中 对自己的行为啊 重新审视 检讨 那检讨的过程中啊 你就会把这个 你的这个不善的行为 在你内心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清洁啊 他就会把它化解掉了 就会把它化解掉了 所以佛教里面讲 忏悔的清净 忏悔的安乐 这个像什么道理呢 你看就像我们的衣服 我们穿脏呢 我们就总得经常洗一洗 我们的生理脏呢 我们总得每天洗澡或者两三天洗一次 我们有没有清洗过自己的内心啊 我们每天在胡思乱想啊 我们每天在制造很多混乱情绪啊 我们有没有清洗过自己的内心啊 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清洗过自己的内心 所以人为什么不开心 你们知道人为什么不开心吗 就是心灵的垃圾太多了 那个心灵的垃圾发出臭味 所以你感受到的都是不开心的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忏悔就是心灵的清洗剂 忏悔就是心灵的清洗剂 可以帮助我们清洗我们的内心 那我们有一个清净的心 当我们的心没有烦恼的时候 我们就开心啊 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啊 既是痛苦的也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也是快乐的也存 为什么说我们的内心是痛苦的也存呢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内心有很多烦恼 负面情绪 这些负面情绪制造出来的就是痛苦 它只要活动了我们就觉得痛苦 纠结 难受 焦虑 不安 环兆 我们就被某一种情绪给抓住了 所以你不开心 那你想一想 如果你内心没有这些情绪的时候 没有这些烦恼的时候 是不是你最开心的时候 没有这些情绪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所以我们人的内心啊也是快乐的也存 所以当你没有烦恼的时候 内心它会散发出喜悦 我们刚才在前面讲过的 我们的心啊既有这种觉悟的本性 这种觉悟的本性它散发出来就是喜悦 安静 喜悦 而且呢 它是一个永久性的喜悦 它不需要外在的任何东西 我们外在得到的任何东西 虽然给我们得到快乐 但事实上快乐更多是犯这些痛苦 而我们内在的这种喜悦 它所产生的这种永恒的喜悦 它是这种不犯这些任何痛苦的快乐 它这种安安静静的 你不会因为什么事情 但是你内心总是很欢喜 它是言言不断地往外上满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寻找内心的喜悦 宁静的喜悦 但是现在的人呢 只能感到到混乱的快乐 从混乱里面找到一点点快乐 现在人已经没有办法去找宁静的快乐 因为现在人心根本就静不下来 所以现在人很可怜啊 找不到快乐 每天要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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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了很多精力的才能得到一点点快乐 反正一点点快乐又有很多的副作用 很多很多的痛苦跟着就来了 但是我们如果找到内心的这种宁静的喜悦 这个是不法本钱的 它是永久性的 这个讲的就是关于修行的基础 我们下面呢 接下来简单地介绍一个禅修的方法 一个法本 这个法本主要就是关于试念处 试念处的禅修就是正面的修行 所谓正面的修行就是说 这个我们这个人啊 人虽然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情绪 各种各样的想法 其实呢 所有的想法 所有的情绪都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念头 就是一个心念 简单地说 就是一种心理活动 那么这些心理活动呢 在很大的成分上 它是跟我们的认知有关系的 跟我们的认知 就是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认知 就是很多错误的认知啊 它就会形成了很多这些 这个后面的心理活动 以及各种各样的怀恼 比如说 我们会很执着快乐 我们会很在乎快乐 但是人生事实上是 这个 其实是苦多乐爽 而且呢 所有的快乐基本上都是伴随着痛苦 但是呢 我们有了一些快乐的经历 我们总会不断地耿耿一怀 念念不舍的 总想要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一种快乐 总想要不断地重复这样的一种快乐 但事实上人生的快乐呢 其实没有一种本质性的快乐 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所追逐的快乐 它是没有一种本质性的快乐的 什么叫本质性的快乐 就是说 就是这样的一种快乐 无论你任何时间想到它 或者无论想到多长时间都是快乐的 其实这个快乐是没有的 所有的快乐基本上都是要以有痛苦的渴求为基础 你没有痛苦的渴求 其实就没有快乐 比如说我们说吃饭是快乐 那是因为有饥饿的痛苦 相继是快乐是因为有相吃的痛苦 没有相吃的痛苦有没有相继的快乐 任何一种快乐其实都有痛苦的前提 而且这个前提当你得到了之后 它只是在一定的度上它是快乐的 超过这个度它又不快乐了 所以我给快乐的定义是什么呢 快乐其实只是我们的某一种痛苦的渴求被缓解了之后 你产生了一种感觉叫做快乐 其实快乐的本质上来说还是痛苦的 就是你的某一种痛苦的渴求 没有某一种痛苦的渴求 哎呀很想得到一个什么东西 很想啊很想啊哇得到了开心就不得了 就是那种很想的那种渴求被缓解了 如果你根本没想得到这个东西 你见到快乐不快乐啊 你没有快乐的感觉 所以快乐的基础其实就是 但是我们往往人会执着于那一点点快乐 然后我们拼命地去制造出很多痛苦出来的 所以为了去追求快乐 结果就有了很多痛苦 所以我们必要看清楚这个快乐和痛苦的关系 你不要去执着快乐 其实快乐该有了还是会有的 因为你不只做快乐的话 反而你的快乐会越来越多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是要你要对快乐有一个快乐和痛苦的关系 有一个辩正的认识 这个很重要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 对我们人的一种 这个对我们的设身 以及对我们的这个情感啊 它的这种无常的变化 我们只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就是无常这个世界啊 它是所有的东西 从我们的设身 到我们的心里的情感 的变化 它都是一个变化的东西 这个我们要去接纳 接纳这样的一种限制 我们不要指望永恒 我们人都有一种永恒的希望 但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永恒的东西 你要接纳变化 你要接纳无常 你要接纳无常 无常就不会给你带来伤害 你要不接纳无常 这个无常就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 我们想要青春忍住 那事实上也是在跟无常看争 你想要感情不要变化 但事实上这个世界变化 让感情变化的因素太多 你很执着一定要怎么样 结果也是很痛苦的 所以就是说对无常变化的一种接纳 它会让你呢 活得更疲力 否则的话 我们总是按自己的一种设定 在生活 我希望我拥有的东西一定怎么样 一定怎么样 不顾客观的事实 最后确实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所以要接纳无常的现实 从身体的无常 比如说青春 衰老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很正常的 能够面对这样的一种现实 还有呢 还有一种认知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知道这个身体 以及你的情感 以及你的这些观念 以及你的各种各种心理活动 它跟你的生命是什么关系 要正确地处理好这个关系 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这个身体就是我 我的情感就是我 我的这个观念就是我 当我觉得我的观念是我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别人很容易形成对 我说的一定就是 我说的就是特别重要 我的观念就是特别重要 当我们觉得这个身体是我的时候 我们就怕死亡 因为我们觉得死的具体位置我就没有了 那佛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些问题呢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身体 事实上都是我们生命在延续过程中的一个场路 它不是你 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你 这个很重要 你需要从自己跳出来来看自己 你需要从各种历史的活动中跳出来 你要把自己变成是一个观察者 自己对自己的观察者 这个很重要 这个对我自己相认来说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通常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清久自己 因为我们看不清久自己呢 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 这个情绪里边去的 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到自以为的事里面起来 我们远远都没有办法客观地看自己 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是很难以客观地去看自己 我们只是活在自己的感觉里 因为我们活在自己的感觉里 事实上我们看世界是通过自己的感觉在看世界 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 其实我们远远都是带着有色的眼镜在看世界 我们看到的世界远远都不是真相 因为你已经被你的观念 被你的情绪处理过来 所以现在呢佛教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一个观察者 也就是说你要从你的感觉 从你的观念 从你的情绪里边跳出来来看自己 但我们内心里边 事实上呢在我们的心念 在我们的情绪的背后里边 事实上有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观察者的力量 所以这个禅宗里边的修行 它叫我们去掺 去掺发头 就是告诉你去寻找自己 怎么寻找自己 那就是你看看 你的心里还没有产生活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你是一个什么状态 其实我们平常都是活在念头里边 活在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里边 因为我这个心理活动 因为我那个心理活动 因为我另外一种心理活动 我们都是活在不同的心理活动里边 其实这些心理活动呢 只是你心里 是你的一种心理现象 其实不是你 其实不是你 就像我们的扫 你扫掉了一个扫 不能说 你说我们的心理到底哪一部分代表着你 其实你要扫掉一个扫 其实你还是你 只是说某某人他扫掉了一个扫 然后又扫了一个耳朵 或者再扫掉一个脚 这个人扫掉这么一个东西 是某某的谁还是谁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心理想法 事实上都不是你 所以我们要去寻找 寻找就是寻找在念头没有生起之前 你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常中教我们去参 参这个一念未生之前 一念未生之前 你每天看一看 你们其实可以经常问一个问题 我是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美国有一个年轻人 他可能就是说不定是中国的出家人去淘汰的 他天生地就喜欢问我是谁 结果有一天他就开悟了 开悟了之后他就开始 因为他价格就找到生命的内带的这种体验啊 安静啊 他就找到了真正的生命意义了 所以他就开始就来 在传播这样的一种心灵的智慧 就开始来弘扬佛法了 那就是说对生命自身的审问 因为我们已经早已经把自己丢掉了 我们已经对自己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定 我们都活在自己的错误的认定中 所以我们需要否定自己 需要否定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认知 以及生命的替代 所以我们只有不断地访问自己 我是谁 天天不断地问自己 你在问的过程中 有一天你在审视自己 往自己的内心看 在看的过程中 有一天你的智慧就会打开了 一下子你就会开悟了 但是我们一般的人 我们不懂得向内心去审视 我们更多的是向外去看 我们不断地去看 比如说我们都是追着面头跑 面头把你带到哪里 你就会跑到哪里 你很少去审视 其实当你在审视你自己内心的过程中 你就有能力开始来解除自己的各种心理问题 就像我们孤独身体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不断地去逃避孤独 去寻找这种寄托 但是当你找到寄托 其实在找寄托的过程中 你在你的内心里 你又建立了一种需要 可是你建立的需要 孤独是不是就没了 孤独还在那里 有一天它又出来 然后你就再去寻找 寻找一种满足 寻找一种寄托 你又增加了一种寄托 又增加了一种需要 其实孤独还在那里 就是这样子 当我们孔寂升起的时候 我们可能大喊 我们赶快逃 往人夺的地方逃 但是孔寂是不是就没掉了 当你逃的时候 你躲到一个有人的地方 孔寂当然它也会躲起来的 但事实上孔寂还在那里 你有没有去关注过孔寂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佛教会告诉我们 我们在禅修的时候 就是审视孔寂是什么 当年佛陀在一个树林里 一个非常恐怖的树林里 究竟的时候 他就很恐 孔寂来了 他就站在那里不动 在孔寂没有敲除之前 他绝不走半步 他就站在那里 就在盯着孔寂是什么 当他内定在审视孔寂的时候 这个时候孔寂就敲除了 比如说他坐着的时候孔寂生起了 他就坐着 他绝不动 他绝不逃避 我们一般人都是在逃避的 他绝不逃避 直接面向孔寂 但他在审视孔寂的过程中 孔寂就逃避了 所以我们要学会 我们要去寻找内心的这样的一种 自我审视的力量 自我觉察的力量 我们就要去培养这样的一种力量 当然这种力量越来越强了 我们的情细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弱了 然后我们的内心就会越来越平静了 然后我们的欢喜就会越来越多了 其实叫正面的修行 你们现在可以看一看 很多那些西方人 心理学家 他们也写了很多关于正面画面的信念 正面的修行的书 现在在美国 基本上把正面的培兴当做很多心理学家 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心理执行师的一个素质的一个培兴的课程 我们今年在苏州西人寺 我们也开办了一个叫做观自在的禅修营 那我们第一届呢 因为考虑到心理学界对这个国法特别需要 所以我们第一届西方 针对的对象就是心理执行师 当时应该是有五六四人还是六七四人去参加 在我们西人寺参加了七天的禅修 每天有一场讲座 白天呢整天就是打坐 那我们那些法师们带着大家禅修 效果蛮好的 所以就是正面的培兴啊 这是非常重要 但是这种正面的力量 就是它需要通过禅修 如果一旦我们内心里面这样的一种正面的力量 一旦建立起来之后 那我们就我们的生命啊 真正就会得到彻底的改变 否则的话一个人啊 你要改变自己啊 这是非常难的 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 就讲到这里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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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ug 好 好 哪员 qua 呢